跟著我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說的千千 今天要來拍 想買秋帕受傷害的系列 那就是好事多的CJ韓式食品 大家說好事多的時候 有點糾結 夏初我究竟要這樣買它 它究竟好不好吃呢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來開箱看看吧 就跟著我 就跟著我 首先第一個開的就是這個 韓式的雜醬飯 看起來好像挺不錯的耶 但我現在單看它外包中 我覺得很不錯的點是因為 我這樣子摸起來啊 它這個 它就是一個飯盒耶 裡面就有一個湯匙 喔 它是這樣子 兔子 兔子 嗯 對不起 然後跟這個炸醬包 那我們就先來給它微波一下好了 微波好之後呢 這樣就可以把它倒下去了 給我們看一下它的米飯 我們先單吃看它的米飯好了 因為我個人非常的愛白米 嗯 還不錯 粒粒分明 有一點點軟 但是至少吃得出了它每一顆的那個口感 都是有Q度的那一種 我們現在吃一口看看好了 嗯 好燙 我覺得吃起來味道有一點點空虛 就是我覺得還不錯 但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就是真的跟韓國的雜醬麵 就是在當地吃到的雜醬麵味道其實很像 如果你沒有吃過韓國雜醬麵的話 它其實味道就有點甜甜鹹鹹的 然後也很像馬鈴薯的那種甜味你知道嗎 但這個的味道我覺得稍微再淡一點 就是它沒有那麼的重 我覺得我應該是不會回購它耶 雖然說我覺得熱起來跟煮起來很方便 可是除非我們家原本就有一些可能啊 小菜 可能小黃瓜啊 或是一些什麼泡菜可以一起配的話 我就會覺得 喔 完美 但如果是只有單吃 然後平常家裡不會冰這些 類似這種小菜的話我就不會買 它上面寫說 四分鐘就可以完成道地的韓國料理 其實才三分鐘而已耶 這樣好像西德業配喔 你是不是應該找我一下 吃完了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啦 只是取得看你個人的方便度 好 接下來下一樣 接下來這一個 它是CJ即時的韓式牛骨湯 跟剛剛的長的其實 它其實外表跟剛剛的雜醬飯 一模模一樣樣呢 就只差這個圖片不一樣 再走開 飯盒就起來了 這個的話一樣是附這個湯匙 然後這不知道是什麼包耶 然後這兩包 這是蔥乾燥蔬菜包吧 三種 一樣也是白飯打開 表里包 乾燥蔥包 這個我就看得懂了 接下來放了250ml的水 目前聞到味道的味道很香 來 攪拌一下它 給你們看一下 我覺得還不錯耶 因為它的那個味道啊 不是很濃郁很割的那一種 可是它的濃度有 但是是清爽的那一種濃的牛骨湯 然後它的飯呢 其實目前吃起來 是比較粒粒分明的那一種 不過我覺得就看個人 因為如果你是喜歡吃 比較軟爛的飯的話 你就可以泡久一點點 好燙 大家去買這種即食的料理啊 你們是會自己再加工 可能再煮一些青菜啊 或是牛肉下去一起 或者是你們就是直接打開就看 它有什麼你就直接吃 不會再另外做加工 但這個滿適合帶去 就是海邊啊 身上啊 露營之類的 這個再加蛤蟆下去一定很棒 我是在民洞第一次吃選龍湯的 它其實單喝的時候 跟這個味道其實也是差不多 就是不是真的很濃郁那一種 是濃 味道夠 但是就是偏清爽 其實還是要加一些它現場的泡菜 或是其他的佐料 味道才會比較剛好 我就會再加一些鹽啊 或是胡椒之類的 它其實旁邊也都會掰 我那時候是偷看旁邊 韓國的朋友們他們在那邊放 我在那邊跟著學 好 好燙 推薦大家冬天買 大家第一次follow到的韓國歌是什麼 我第一次好像是金中國的 以前不是很流行競舞團嗎 競舞團裡面就有這一首歌 然後後來呢 才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Sorry… Super Junior的 Uri Elf Oil 吃完了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耶 但對我來說也是屬於 我可能還會再想要加其他配料 可能像牛肉本人之類的 好 下一樣 接下來就是 蒸 現場買的 然後這個是牛肉海帶牙湯 然後它是五入459塊 海帶牙湯耶 這個其實我在韓劇還滿常看到 他們會就是配飯啊 那我們就來加熱它吧 哇 海帶的量滿多的耶 好了 我們的牛肉海帶牙湯 然後我換了一個那個 韓國的泡麵的鍋子 我想說這樣比較有Feel 這白飯不是它附的喔 只是因為我看韓劇都一口白飯 一口海帶牙湯 所以我就想說 順便用一下白飯 喔 很濃耶 這個我會想要再加個蛋耶 感覺味道應該會很棒 它其實海帶的味道跟香氣非常的夠 可是它沒有那個很西鹹的那種感覺耶 這是我目前開箱這幾樣裡面最喜歡的 它裡面有牛肉條 牛肉條吃起來就正常 但它不會乾彩 可是沒什麼味道 喔 這真的不錯耶 這個我喜歡 這可以買 這好好吃 然後其實好事多之前還有出一個 也是CJ是牛腩大醬湯跟那個 燉泡菜的秋刀芸 我之前其實很想開箱這兩樣 結果後來其實都已經停賣了 有點可惜 有吃過的人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試試看它的那個味道 尤其是大醬湯 看它海帶又給很多 可是這樣吃著吃著 又會想一下吶吶那樣1600 對 你要給一碗一碗喔 459除以5 一包92塊耶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料 你才會煮起來會比較大一點點 還有戴牙的臥壽司 蓋起來 一點點的牛肉條 好 我覺得飯不夠耶 看再來一碗飯 我們第二碗白飯來了 繼續 這個其實我還滿喜歡的耶 然後你可以自己再加一些其他的料 因為我覺得它的味道濃度其實是夠的 好 下一樣 下一款這個是冷凍的韓式蔬菜粉絲餃 把粉絲做成餃子 它上面寫說Korea No.1 Dumping什麼 是長這樣耶 打開韭菜味好重 給大家看一下 它其實就是 就跟台式的那個尖角有點像 它比較大顆 我們來尖尖看它吧 走 俗顆… 煎得很美吧 不錯… 好了 我們的韓式蔬菜粉絲餃 給你們看一下我底部煎得有多漂亮 你看 太黑了是不是 你看 是不是很碎 這是我第一次吃韓式的水餃耶 它裡面的口感吃起來 其實有點糊糊粉粉的感覺 然後蔬菜味啊其實還滿重的 其實我覺得它的調味是香的 只是它的口感是偏糊的 然後它的麵皮啊 外皮其實是偏薄的那一種 它的那個蔬菜的味道 我那時候耽誤我覺得韭菜味很重 可是咬起來其實就是正常 都是蔬菜的甜味 它裡面其實還有放那個韓式的冬粉 但它的內餡的口感 其實昏昏糊糊糊的感覺 它的口感我沒有很愛 可是調味是我喜歡的那一種 然後我之前看很多那種韓國的YouTuber 他們其實煮在韓式餃子的時候 都會丟到那個泡麵裡面一起煮 我就說 哇 看起來好療癒喔 喔 滿鹹的喔 滿鹹的 我個人比較沒有那麼喜歡啊 但它的評價還是滿兩極的 你們水餃一次都吃幾顆啊 八方明吉我可能就是點個15顆 20顆 然後玉米濃湯跟那個酸辣湯各一這樣 吃完了它的蔬菜粉絲餃 老實說沒有很中我 它的調味其實是我喜歡的那一種 然後它其實吃起來有點像是那種蔬菜水餃 就台灣賣的蔬菜水餃那種調味 但對我來說又有一點點太鹹 然後內餡吃起來其實有點糊糊粉粉的 下一樣 接下來是這一款 它是冷凍的韓式泡菜起司炒飯 這個其實我之前開箱過耶 但我想說要一次開箱好市多的BBGO的品項 所以我就想說再開一次 我之前還滿喜歡這一款的喔 然後我那時候拍它的時候呢 其實是因為我已經回購了非常多次了 給大家看一下 它打開其實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是一袋一袋的 一袋一袋就是痛的意思 我之前開箱是直接用炒的 然後我今天就是一個懶人料理 我們就直接用微波的吧 它裡面就是會有很多蔬菜啊 米飯啊 然後還有一條一條這個就是起司 出個兩包 因為我個人喜歡吃這個 完成了我們的泡菜起司炒飯 你有看到這個在啃溪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熟悉的味道 我跟你說 它吃起來啦 跟我們一般可能台灣常見的炒飯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它其實比較軟一點點 比較沒有那麼粒粒分泌 可是呢 它的泡菜的香味啊 那種辛香料的那種味道很香 然後再配上起司 如果你是喜歡吃比較清淡的話 就不太適合買它 因為它還滿油的 如果你是懶人你就直接丟微波 但如果你是傾勞之人 你就會再把它用炒的 用炒裡面就放很多起司 砍溪起來 那真的會神殿 再丟起司下去 哇 好酸 就算不丟起司 它的那個砍溪真的也是很誇張 你看這是納豆吧 你們看一下 哇 這個 好吃 這好適合配啤酒喔 一定要很冰的那種啤酒 吃完了 吃完了 這一次好適多的想買 去又怕受傷害 CJBB GO系列 不知道這五種開箱下來 大家有沒有特別的喜歡 想吃哪一款 我先講一下我的感想好了 我個人其實如果是會回購的品項 我會回購海帶牙湯跟剛剛的那個 泡菜起司炒飯 雖然說泡菜起司炒飯 口味上對我來說比較重 但是它其實真的就是微波就好冷 然後起司又會柑氣 但就是有點油啦 所以 但我個人滿喜歡它的 再來的話就是海帶牙湯 海帶牙湯我覺得它非常方便的一個點 是它也可以直接微波 然後你也可以加其他的配料一起 然後它是可以單喝 然後配飯吃我也覺得很棒 其實但我比較喜歡它配飯 因為我覺得它單喝的味道很鮮 可是喝酒可能會稍微有點膩 可是我個人其實覺得滿愛的 看心情決定要不要買的是那個 雜醬飯跟那個 牛骨濃湯 其實我跟你說 這兩款我都覺得它還不錯 但是它是對我來說 會是屬於可能需要做其他加工的 可能像那個牛骨濃湯 單喝其實我覺得不錯 但我可能還會想要再加一些 可能泡菜下去啊 或是可能想要再加一些鹽下去 就是稍微做一些簡單調 但如果我們家有很多這種配料的話 我可能就會考慮買它 不然的話就是如果我要去露營啊 去山頂的時候你知道 對我來說我是覺得可買可不買 然後 對 然後我自己其實不會回購是那個 蔬菜煎餃 又對我來說我覺得它有點 鹹 我已經是吃這種口味了 但我覺得那個餃子真的是有一點點鹹 然後口感又有點糊糊的 我在網路上查評價 其實有一些人 也滿多人會喜歡這一款水餃 尤其是因為它的口感的關係 所以就是看個人 好啦 然後 然後今天的開箱呢就到這兒 其實呢 BB購它還有很多品項是好市多沒有賣的 然後在其他的一些購物網站也賣 其實我有點糾結 我要不要全部買回來開箱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想看 就是其他的BB購的品項開箱 好啦 然後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兒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 掰掰 來 有雷… 就跟著我深呼吸 就跟… 就跟著我一起搖擺 那是那個 我怎麼會想到這首歌